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兰花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些作品 就是由于就有这个9月份 就是兰花的花芽分化期 那么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些小计较 或者是小方法促进这个兰花花芽分化 当我们的兰花成功分裂出来之后 我们该如何养护它呢 那么我们养殖兰花的最害怕的就是它不开花 那么不开花的原因呢 主要的就是它不冒花苞 或者是当它冒出花苞了 就会消包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像我手上这盆兰花都已经冒出了好几条花苞了 我们就要维护它 不让它消包是件不容易的事 首先是不可以给它曝晒 虽然秋天的光照比夏天的光照要温和 但是我们给它适宜的光照 也不能给它曝晒 我们给它晒晒太阳 就是可以让它促进这个兰叶的光合作用 但是不能给它曝晒 在这个秋天秋高聚爽 空气比较干燥 我们就要及时的观察蓝盆的干湿度 如果干的话就马上给它浇水 浇完水之后呢 我们一定要保持通风的环境让它生长 不然的话这个花苞呢是很容易闷坏的 从这个花苞到开花的时间呢 都会有比较漫长的一个时间段 这个期间呢花苞一起处于吸收养分 那么我们就要给它充足的养分 如果养分不足的话这个花梗还有花苞它生长的比较细小 而且呢也比较瘦弱那么我们给它施肥的话 就给它施用一些固体肥 控室复合肥里面所含的三大元素是比较均衡的 而且它的养分比较充足肥力比较温和 还有呢我们不但要给它施根部肥 还有给它喷湿一点叶面肥比如像磷酸二青甲 因为它还没开花它需要的养分比较充足的 所以呢我们要根部肥还有叶面肥结合 这样的话才能让它吸收充足的养分 让它在后期开花更加鲜艳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兰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